春捲皮一字排開 老闆熟練的把醬料 豆芽菜 高麗菜 豆干 還有花生糖粉 統統鋪上 再迅速的把春捲包好 這樣的動作 從上午一開店就沒有停下來過 只要一到用餐時間 花蓮吉岸鄉的這間春捲店 就會出現排隊人潮 芥末 蒜末 辣椒 咖哩啊 這些 客人反應我們就 會試著做飯看 大概有幾倍嗎 多個五到六倍 到花蓮玩不只必吃炸蛋蔥油餅 還有臭豆腐 現在這家春捲店也正夯 從民國82年只試個小小攤位 但實惠的價格和用料 實在讓口碑慢慢傳開 原味就很好吃 還有芥末 最好這還是芥末 加點芥末會更好 而廉價期間不只是花蓮 宜蘭南方澳的店家 也被擠得水泄不通 這也是變白了 老闆娘大聲叫賣 兩隻手根本不夠用 忙得不可開交 雖然很忙 但店家可是心情超好 原潮有變比較多 比平常來講大概好兩三層 三四層應該有 相對的比去年人數的部分 今年比較多三四層 帶動了整條街的一些 我們買氣的部分 譬如說班首禮 在往北走一點還有一個景點也是搶坡頭 基隆宇四月一號開放登島了 現在推出登島探險方案 不少人早就預訂好 因為每天的登島人數限制一千兩百人 想要一攬島上美景的民眾 如果是來不及 也可以在現場等看看候補名額 值得值得非常值得 那個燈塔很漂亮 而且還有二合一 三合一 四合一 市府推出不同玩法 就是希望大家能好好欣賞 這個號稱台灣龍珠的美 TVBS新聞高志宏 劉欣奎 何雲婷 花蓮基隆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